介绍海银快递 这个跟我们台湾货 要往中国大陆发的时候 做快递曝关 目前有一个海银快递的方式 海银快递 我这边是从官务署 截取下来一个定义 那我们现在也没有称海关 都称为官务署 那海银快递是在2014年开始 在台北港有两个仓库 开始运行 那在这一两年 整个货物量 向了蓬勃发展 样速的从直线型的发展 成倍数的成长 那首先我可以讲一下 目前会用海银快递的 有哪些中国大陆的快递电量平台 各位知名的 比如说像台湾淘宝 这个前一阵子大家都很出名的 那个淘宝 在台湾有成立一个新的公司 叫台湾淘宝 它的货物就是在做海银快递 那淘宝本身还有在做 这个淘宝系列里面 有淘宝有天猫国际 还有天猫 如果说你在上面买商品 其实也有不少货物是金融海银快递 到了台北港之后 在进口包关送到你家里的 所以海银快递现在其实很多 上面是跨境电商的平台货 那还包含哪一个平台呢 虾皮 虾皮的货物呢 其实很多都是在中国大陆是卖家 卖到中国卖到台湾来的 所以呢其实海银快递现在有几家 比较大的电商平台 在上面是走海银快递的 第一个就是 本身是阿里巴巴的淘宝 然后一个呢是台湾淘宝 另外一个呢是什么 是呢就是虾皮 他们都用海银快递来走货物 进口到台湾来 好那我们讲回来海银快递的警戒 总体来说呢 两岸海银快递呢 其实是因为两岸的海运运输 就有航行短 因为我们的距离呢其实不长 那一般来讲快速轮的时间 只要四个小时就可以到 以目前来讲 从台湾的台北港 到福建省的平潭这个地方 他一周呢其实有13班的航班在走 为什么会有13班 因为他的航班有重叠 那有两条船呢 他是客轮 所谓的客轮就是说 客货轮都对起客货轮 他是称为客货轮 那最主要是载客 那那个福呢是载货 那这两艘客货轮的分别称为海峡号 以及利纳轮 那从台北港到平潭 这种是快速船 只要是三个小时就可以到 只要三个小时就可以到 那各位可以来评估一下 其实跟空运的速度呢 就多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他可以说是空运的速度 海运的 一般来讲是海运的成本 但是这两艘是客货轮 他比较会受天气的影响 受天气什么影响呢 就是如果说台风天或者是东北季风 其实尤其是冬天的东北季风 这个客货轮呢 如果浪高市民 他可能就停止了 就不载客了 船也就不开了 这是因为呢 为了那个人员的安全 为了游客的安全 所以呢 他在这个浪高市民的时候呢 就会停止 这是这个相关政府的一个规定 另外一点呢 也就是为了安全训呢 所以呢 因为他是在游客 在客为主 在人为主 所以呢 他是不准夜航 也就是他的航行时间呢 只能从早上的七八点 再到晚上的六六点 天暗之前就一定要进港 所以呢 他比较不太适合载货 那另外现在有一艘船 其实蛮聪明的 各位如果在看新闻的话 那叫台北快轮 那现在的海英快递呢 来往也两岸之间的 载的货最多的就是台北快轮 他是从来往于平坦的 跟台北港 这条航线 那一周呢 有三班 当然呢 他据我所知 就是他也有到 从高雄的到平坦的这条航线 各位如果有看过新闻的话 就会知道今年的二月 一月的时候呢 他的他就是有从高雄 载水果到平坦 这个还有三国新闻版面 那其实呢 就是这个韩国瑜 他在这个三任市场 高雄市场没多久 就他在这条线 作为首行 他又参加首行的这个典礼 台北快轮是这一艘 那他是专门载货不载人 那他的航行时间呢 只需要五个小时 只需要五个小时 但他的体量大 他体量大的意思就是说 他一次呢 可以装将近两百个 那个小柜 我们称为柜子啊 就是货柜 但是是小货柜啦 那对现在很多呢 因为他的速度快 然后符合呢 海英快递的一个 海英快递的一个 一个特殊需求 什么特殊需求呢 居然是称为快递 那就是速度要快 所以呢 其实整个比较下来呢 他跟空运的速度稍微慢一点 但是呢成本上呢 其实基本比较比空运呢还要低 所以各位可以了解 现在除了海英快递呢 他是因为目前在台北港到平坦的有三艘船在走 尤其最主要是台北快轮 台北快轮上面是都在都是在快递货比较多 因为他速度快五个小时就可以到对岸 所以呢他从台湾到平坦较五个小时 从平坦到台湾呢 也差不多将近五个小时 所以货量呢 很多都是集中在这个台北港 现在的台北台湾的海英快递啊 很多大部分90%以上 都是集中的在台北港 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回来我们这张简报 就是因为说他的路程时间短 有助于呢 提升我们台湾的港部的一个跨境运输的运营 促进货畅其流增加就会人口 提升这个经济发展的愿景 所以呢巴黎这个所谓的这个官务署的巴黎分官 就配合上述发展两岸快递的运输政策 于104年5月开办 就是2015年开始 那其实是2014年开始筹划 2015年来开始运营 那海英快递业者呢 差不多分为有三个 一个称为海英快递货物专区业者 其实呢就是一个仓库 那这个仓库呢完全符合海关 他有一个法规 就是要依照他的法规来做建制 那第二种业者呢就是海英快递业者 那第三种业者呢就是海英快递的运输业者 这分别是不一样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张图 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张简报 两岸高速物流 好各位可以从这张图看到 台北港距离平坦的只要92海里 好那台北港到下面的是203海里 所以其实呢到平坦是最近的距离了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上方有一条白色的船 这个就是丽纳 那丽纳的这个右下方呢 有一艘蓝色的船 这个就是台北快轮 好丽纳跟台北快轮呢 是我们台湾公司的船 好那海霞号呢就是可以看到接近平台那个船头 向右边向台北港在走的这艘船呢 就是就是海霞号 他的船东东其实是对岸的公司 好所以各位啊可以这样说海英快递啊 现在目前在全世界 其实就只有中国大陆跟我们台湾 好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做海英快递 都应该没有听说过海运还可以拿来当快递的 那其实这个是目前两岸特殊的一个地理环境 两个国与国之间的一个国际快递的一个运输 目前呢只有在两岸呢 有有这样子的一个海英快递的一个物流的一个结构 应该说是一个物流结构 或者是说呢一个特殊的一个两岸的快速的一个 应该说就是两岸特殊特有的 海英快递的一个进款办法以及的一个商业模式 好接下来各位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好各位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官务署定义的一个海英快递的进口流程图 那因为他是海运啊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左手边 会有所谓的进口仓单 进口报单 还有货物的一个作业处理 比如说收单啊 我销仓啊啊 还有选案的一种方式 那其实呢 各位这个看你们来讲的会比较复杂 最主要看呢 他会你各位看到最下面有一个S官检视 也就是说海英快递 他因为是每一个包裹啊 那每一个包裹呢 都要进S官机 海关呢 就会站在S官机那边呢 进行来进行这个货物的检查 那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海英快递呢 是要渐渐过光机 渐渐就是每一件的意思 那申报方式呢 通关方式完之后呢 有C1C2C3 各位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这个作业名词 那C3的意思呢 就是查验 就是说整个货物呢 会被打开来 然后进行的这个查看 你的申报内容跟你的货物包裹里面的内容 是否一致 比如说呢 你申报可能是说我面膜呢 有三盒 那你如果包裹里面放的是面膜呢 有四盒 或者是在有面膜有三盒 然后再加上的一支口红 那这个一般来讲就称为了申报不实 申报不实呢 严重者就会被扣货 所以C3呢 基本上都是现在我们台湾都是电子化 所以C3是由系统他自动会去 自动去挑选 比如说依照货物的几% 假设比如说现在这一批货物在进了总共有一千件在做光机 他可能一千件里面的抽个5%或抽个10% 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然后乱数的方式去取哪一个包裹出来做检验 做查验 好那如果是C1呢 基本上就是电脑自动寄税 因为海运快递是要寄税的 那寄完税之后呢 因为进口嘛 所以要缴税 如果有税的话就要缴 然后接下来就是预缴税费 先上扣脚 扣脚之后就放行 这样子一个方式在做 在运行 这个呢 是整个海运的快递进口的一个流程图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张 海运快递出口的流程图 那这个出口呢 对大家可能就会比较关心 因为如果是在卖台湾货物的话呢 你就要用这个 你可以用海运快递做出口 那海运快递呢 呃 有哪些业者可以帮各位来做 这个跨境包裹 或跟跨境货物的一个销售运输到中国大陆去 我们在稍后第七节的时候呢 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那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流程图 你会先做出口报单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堂课 第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 有哪些栏位要填的 这个是填起完之后 你给报关行 那由报关行呢 海运快递的报关行呢 跟海关的进行申报 进行申报完之后 他们进系统 货物真实到了这个所谓的海运快递监管仓 我们作为海运快递的仓库的时候 就会去过一次光机 过一次光机的通关方式呢 就会有C1C2C3 好 各位来看一下出口的C1C2C3呢 尤其是C1就没有那么麻烦要缴税 为什么 因为他 这个我们要谈的是海运快递的出口 既然是出口 这是不会有需要税需要缴 因为你不是进口 所以不需要缴关税 那除非就是说 你如果有在不符合简易报单 我就是各位还记得 我们在上一堂课有讲过 所谓的简易报端呢 也就是海运也就是成为快递呢 是要在货物价值5万块以下 才可以做简易申报 好 才可以做简易申报 如果超过5万块以上呢 你是不能用快递做申报 就必须用一般贸易做申报 我们再温习一下 所以你只要是C1放行的 就直接放行 不需要再去缴税 什么预缴扣税 跟进口的流程比较不一样 当然C3是一样 也是要查货 C3呢 在出口的时候呢 也是需要拆掉包裹 然后查看里面的内容物 是否符合这个你所申报的条件 然后呢 再来继续进行的放行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实景图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